今日,化学一点都不难学,你好,我是恩特张伯然,欢迎来到我的小学化学课。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,空气里有五分之一是氧气,燃烧需要的就是氧气。 日常生活中,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区分,直接说燃烧需要空气就可以了。 但是在化学里面,我们会接触一些特殊的场合,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面发生了大灾难。 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5月11号,有一架飞机从美国的迈阿密起飞,上面有110个人。 起飞之后仅仅6分钟,就有乘客闻到了烟味,与此同时,飞行员在耳机里听到了一声巨响,还发现飞机的电力下降了。 很快的乘务员跑进来说,客舱着火了,飞行员赶紧和地面联系,要转回机场,紧急降落。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,这场火烧得特别快,很快的飞机就失去了控制,头朝下栽到了附近的沼泽地里。 飞机上的110个人,没有一个人火了下来。 坠毁的时候,距离起飞只有10分钟。 调查事故原因的时候,人们发现,飞机坠毁确实是因为火灾,可这场火是从客舱正下方的一个行李舱里烧起来的。 这就奇怪了,行李舱明明是防火的,怎么会成为火源呢? 我们讲过,火烧起来需要三个要素,可燃物、温度、还有空气。 行李舱就是针对空气这个条件进行了防火设计。 舱门关上,行李舱完全封闭,外界的空气根本进不来。 只凭舱里的那点空气,火烧一下就会立刻灭掉。 设计者觉得这样肯定非常的安全,所以连烟雾报警器都没有装。 可万万没有想到,在飞机起飞之前,有人往行李舱里面装了一批特殊的货物。 什么货物呢?是通过化学反应制造氧气的货物。 这下没办法了,本来行李舱防火靠的是隔绝外界空气,可谁也防不住你在舱里面制造氧气啊? 按理说,这种货物属于危险品,不应该让客机运输,更不能和普通的行李混在一起放。 但这架飞机偏偏违规装载了,而且这批货物也没有按照规定包装。 飞机起飞,一颠簸,一碰撞,合成氧气的东西就开始运转了。 运转的过程当中,还放出了很多热量。 这么一来,氧气热量都有了,至于可燃物,周围都是乘客的行李,三要素齐全,火就烧起来了。 因为没有烟雾报警器,所以刚起火的时候,根本没有人发现。 等乘客闻到了烟味,洗礼舱已经整个烧穿了,连客舱里都起火了。 这时候,火已经没法控制,做什么都没有用。 这次坠机事故是航空史上一次著名的悲剧。 出现这样的悲剧,肯定是因为工作人员不遵循安全规范。 所以航空公司有一个员工至今还在潜逃,联邦调查局还悬赏一万美元追查他的下落。 这个悲剧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化学实验里遇到火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 日常生活当中,我们接触到的可燃物无非是纸、木头、衣服。 温度最高也就几百度,可化学实验里面就不太一样了。 拿可燃物来说,实验室里有很多可燃物着火,不能用一般的方法扑灭。 比方说,很多东西就不能碰水。 而且在实验室里面,有些东西自己就能放出氧气。 再说温度,实验室里面会出现上千度的高温。 平时烧不起来的东西也可能烧着。 还有一些物质,哪怕零下几十度也能烧起来。 所以在化学实验里面,碰到火要特别小心。 当然,我们不会一上来就接触危险的东西。 现在,我们只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操作就可以了。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实验室里最基本的火源,它叫酒精灯。 酒精灯的结构很简单。 下面是个玻璃瓶,里面装着酒精,还有一根灯芯。 上面有一个帽子盖住它,使用的时候把帽子拿下来,用火柴点着灯芯,它就会燃烧起来了。 酒精灯的火焰和我们之前看到的蜡烛火焰一样,分为外焰、内焰和焰芯。 外焰的温度最高,拿一根小木条放进火焰里面,也是碰到外焰的部分先变黑。 如果要用酒精灯加热其他东西,通常我们都会用温度最高的外焰来加热。 注意,接下来有一点不同。 如果要熄灭酒精灯,不能用嘴吹,而是要用盖子盖上去,还要盖两下。 为什么不能用嘴吹呢? 熄灭蜡烛可以用嘴吹,是因为蜡烛的火苗比较小,吹过去的气很多,能把温度降下来。 但要吹灭酒精灯就不太容易了。 一方面,酒精灯的火焰更大,另一方面,相比蜡烛,酒精在更低的温度下也能燃烧。 光吹气,不但不能有效降温,反而给火焰提供了更多的空气,没准还烧得更旺。 吹气还会改变火苗的形状,让它往侧面偏离。 有时候,可能你一吹,就把侧面的易燃物点着了。 所以一定要记住,熄灭酒精灯,不能用嘴吹,那没法降温,也不能阻断燃料,我们只能从空气下手了。 用盖子盖住火焰,就能阻断空气,让火瞬间熄灭。 你还记得吗?实验室当中,我们把酒精灯盖了两下,这又是为什么呢? 这是一个物理学知识,盖低下的时候,火已经熄灭了,但是被盖子封住的空间里,空气还很热。 过一段时间,这些热空气就会逐渐变冷。 气体总量是一定的,体积不变,温度降低,就会导致气压降低。 里面的气压低,外面气压高,高压就会把瓶盖摁在上面。 你下次要拔下来的,就很费劲了。 怎么办呢?有个简单的方法,盖两下。 第一下,先把火熄灭,趁空气还没有冷,赶紧拿起来,再盖第二下。 盖第二下能让空气流动,里面的热空气流出来,外面的冷空气流进去。 这样被盖住的部分就不会大幅降温,气压不会减少太多,也就不会被大气压压住,拔不下来了。 酒精灯还有一点和蜡烛不同,那就是蜡烛加热后才会变成液体,而酒精本来就是液体。 所以做实验的时候,要小心别把酒精灯碰翻了,如果酒精撒出来,还被点着了,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 好了,学会了基本的使用方法,我们可以用酒精灯加热其他的东西了。 这个实验,我们点燃酒精灯,用镊子夹住一块铜片在上面烧。 你会发现,铜片本来是暗红色的,烧了一会儿变成了黑色。 这是一个化学反应,参与的双方是铜片和空气。 不过铜片和空气在室温下是不会发生反应的,必须要拿到酒精灯,提供一个高温,它们才会反应。 下一个例子是加热液体。 液体当然不能直接倒在火焰上,那就把火浇灭了。 所以我们要把液体放在室管里,再对室管进行加热。 在这个地方提醒一下大家,室管是一个经过设计的玻璃仪器,可以直接用酒精灯加热。 但是很多其他的仪器不能直接用酒精灯加热。 有的仪器必须在底下垫个东西,还有的根本就不能加热。 将来我们都会一一学到。 加热的时候,室管要倾斜45度角,而且室管口不能冲着别人,因为有时候室管里的东西会沸腾,甚至飞溅出来。 如果室管垂直放着,可能会溅到自己,或者撒到了火焰上。 另外,在正式加热之前,我们要先把室管在火上预热一下。 这是因为室管也会热胀冷缩。 如果你只顾着加热一个地方,热胀冷缩不均匀,说不定会让室管碎掉。 当然了,正式加热的时候,你还是要把室管放在外焰的位置,固定不动。 听完这节课,你可能还对开头的那次火灾事故印象深刻。 现在,我给你留一个谜团,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么危险的货物运上飞机呢? 这批货物是干什么用的呢? 你可以猜想一下背后有什么阴谋。 这个答案,我会在接下来的几节课里慢慢为你揭晓。 最后,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。 除了酒精之外,你还知道哪些可燃物呢?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。 视频的最后,我给你留了一张知识卡片,你可以截图保存下来。 巧学化学,我们下次再见。